若望福音第九章 耶稣前行时,看见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他的门徒就问他说, 拉比,谁犯了罪?是他还是他的父母? 竟是他生来瞎眼呢? 耶稣答复说, 也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 而是为教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显扬出来, 趁着白天,我们应做派遣我来者的工作, 黑夜来到,就没有人能工作了。 当我在世界上的时候,我是世界的光。 耶稣说了这话以后,便吐唾沫在地上, 用唾沫和了些泥,把泥抹在瞎子的眼上, 对他说, 去,到史罗亚水池里洗洗吧。 史罗亚,解说,被派遣的。 瞎子去了,洗了,回来就看见了。 于是,邻居和那些素来曾见他讨饭的人就说, 这不是你那曾做着讨饭的人吗? 有的说, 就是这人。 有的说, 不,是另一个很相视他的人。 那人却说, 就是我。 他们问他说, 你的眼睛究竟是怎样开的呢? 他答复说, 名叫耶稣的那个人, 破了些泥,抹在我的眼上, 给我说, 你往史罗亚去洗洗吧, 我去了,洗了,就看见了。 他们又问他说, 那个人在哪里? 他说, 我不知道。 他们便将先前瞎眼的人, 领到法利赛人那里。 耶稣霍泥开他眼睛的那天, 正是安息日。 于是, 法利赛人又结问他怎样看见了。 那人就向他们说, 他把泥放在我的眼上, 我洗了,就看见了。 法利赛人中有的说, 这人不是从天主来的, 因为他不遵守安息日。 有的却说, 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奇迹。 他们中间便发生了纷争, 于是, 他们又问瞎子说, 对于那开了你眼睛的人, 你说什么呢? 瞎子说, 他是一位先知。 可是犹太人不肯相信他先是瞎子, 而后看见了。 等到叫了复明者的父母来, 问他们说, 这是你们的儿子吗? 你们说他生来就瞎吗? 怎么他现在竟看见了呢? 他的父母答复说, 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儿子, 也生来就瞎。 如今他究竟怎么看见了, 我们却不知道。 或者谁开了他的眼睛, 我们也不知道。 你们问他吧, 他已经成年, 会说自己的事了。 他的父母因为害怕犹太人, 才这样说, 因为犹太人早已议定, 谁若承认耶稣是墨西亚, 就必被逐出会堂。 为此, 他的父母说, 他已经成年, 你们问他吧。 于是, 法利塞人再把那先前瞎眼的人叫过来, 向他说, 归光荣于天主吧, 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 那人回答说, 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 有一件事我知道, 我曾是个瞎子, 现在我却看见了。 他们又问他说, 他给你做了什么? 怎样开了你的眼睛? 他回答说, 我已经告诉了你们, 你们不听, 为什么又愿意听呢? 莫非你们也愿意做他的门徒吗? 他们辱骂他说, 你去做他的门徒好了, 我们是梅色的门徒, 我们知道天主曾给梅色说过话, 至于这人, 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 那人回答说, 这真奇怪, 你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 他却开了我的眼睛。 我们都晓得天主不服听罪人, 只服听那恭敬天主并成行他旨意的人。 自古以来从未听说, 有人开了生来就是瞎子的眼睛。 这人若不是由天主来的, 他什么也不能做。 他们却向他说, 你整个生于罪恶中, 竟来教训我们。 便把他赶出去了。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了, 后来遇见了他, 就给他说, 你信人子吗? 那人便回答说, 主, 是谁好使我去信他呢? 耶稣对他说, 你已看见他了, 和你讲话的就是。 他遂说道, 主, 我信。 遂俯伏朝拜了耶稣。 耶稣遂说, 我是为了判别, 才到这世界上来, 叫那些看不见的, 看得见, 叫那些看得见的, 反而成为瞎子。 有些和他在一起的法利赛人, 一听了这话就说, 难道我们也是瞎子吗? 耶稣回答说, 你们如果是瞎子, 就没有罪了, 但你们如今说, 我们看得见, 你们的罪恶便存留下了。